美国政府人员被枪杀 西方集体沉默 原来是以色列干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实军 欢迎收看严实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美国政府人员被枪杀 西方罕见沉默 事关以色列禁止传播 4月14日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发布辅告 宣布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前雇员图克希的死讯 并对他的死亡表示哀悼 中国人常说 事者伟大 不应打扰死者的安眠 但是在这份辅告的评论区 美国的网友却炒开了锅 矛头直指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大部分人都在质问美国使馆 图克希是怎么死的 被谁杀死的 为什么不交代清楚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因为人是以色列杀的 所以不是美国大使馆不说 而是不敢说 首先 我们先介绍一下此次事件的双方当事人 当事人贾 图克希 现年50岁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前雇员 在他遇害前 仍公职于美国国际开发署 这是个直接受命于美国国会的联邦政府机构 负责管理美国民间的对外援助和海外战争救援工作 所以从这个角度 图克希也算得上是美国政府的人 由于图克希常年为美国政府的机构服务 而他本身又是以色列救援联盟MDA的志愿者 所以他在亚法当地颇有名气 当事人乙 姓名年龄不详 只知道是以色列的一名边防警察 4月12号当天 图克希身着医护人员工作服 在亚法街头为一名车祸伤员提供救治时 因为挡到了路边这位边防警察的路 导致双方发生口角和争执 注意 当时这名以色列边防警察处于休班状态 穿的是便服 而且身上有明显的酒味 总之在双方的争吵下冲突迅速升温 这名边防警察对图克希连开竖枪至其当场死亡 一位颇有声望的美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被当街打死 按理说 一向对涉及本国案件极为强势的美国官方 肯定得为他讨一个公道 然而在案发多天后 美国始终没有就此事公开质询以色列 绝大多数的美国媒体也保持了罕见的沉默 对此事绝口不提 而以色列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是语言不详 对图克希受雇于美国政府机构的情况闭口不谈 只是强调他的阿拉伯伊身份 美国和以色列的这段关系中 谁是父 谁是子 一目了然 前几天 美国纽约时报一名记者曾爆料内部情况 在涉及以色列的问题上 他们被禁止使用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 这样的词语 甚至在提及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强占的土地时 也不能使用被占领土这样的描述 至于批判以色列人 那就更是做梦了 西方主流媒体长期被犹太人垄断 图克希被以色列人枪杀 恐怕他们早就下了禁止传播的命令 看最新消息 美国政府不仅没有为图克希主持公道的打算 甚至还在为凶手递枪推进原意法案在国会顺利通过 这样的政府保护的究竟是美国人的利益 还是优太人的利益呢?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文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